這部 Vivo X70 Pro 在香港已經推出了大概兩個月的時間 經過這兩個月的時間 使用這部機在香港不同的地方 包括有日落、日休、夜景時的拍照 我亦帶去大澳拍攝了一輯 mini vlog 的影片 今次的深入評測可以更加完整跟大家看到 Vivo X70 Pro 在不同場景之下的拍攝效果和實力 亦再一次在相機部分 把 Vivo X70 Pro 的成像樣張 和 iPhone 13 Pro Max 做一個簡單的比較 可以看到這兩部機的成像運算取向 以及實際出來的效果 包括細節保留度 以及顏色的運算 有甚麼分別 而 Vivo X70 Pro 和其他手機最語別不同 最突出的地方一定是它的相機系統 新一代的超感光微雲台技術 令到它的拍照成像效果和拍片 特別是拍片會更加穩定 一會兒會試 而特別是它的主相機 亦都支援 Pixel Shift 的技術 以及擁有蔡司 T-Star Coating 令到它的成像更銳利更加銳利 未來聖誕節拍攝燈色的場景 它拍照會減低很多的 lens flare 即是要斑或鏡片之間的反射 另外這部機也有 120Hz 的 Samsung E5 AMOLED 螢幕 以及 12GB RAM 加上 4GB RAM 融合技術 加上 16GB RAM 使用 多工更加厲害 另外有 UFS 3.1 的 ROM 而香港推出的版本擁有 256GB ROM 不過影片初段這部份亦可以跟大家說說這部機暫時缺失了的地方 包括它只是單喇叭配置 另外它並未有 IP 認證的防塵防水 以及它支援商卡相待 不過不支援 Micro SD 插卡 但無論如何 相信對於這部機的成像效果或相機效果有興趣的人 都一定會繼續看這部影片 但我們首先從它的外觀設計方面說起 機背用了 AG Glass 磨砂表面的設計 前後玻璃面板都用了 3D 曲面設計 機身的厚度只是 8mm 加上前後 3D 曲面 令到機身的感覺非常淺薄 而機身頂側保留了 Vivo 近年 Iconic 的設計 它有垂直切割的感覺 而在中間擁有 Juul Tone 磨砂 和反光鏡面的設計 而上面寫著 Professional Photography 而當然最重點是相機模組 由 Zeiss 的 Logo 而旁邊擁有 4 個相機 它的設計橫看時 好像早年期的 Digital Camera 卡片相機一樣 而另外 Vivo 的 Logo 是橫向擺放 亦可以突顯這部機 很重視拍片和拍照 它是橫向使用的 至於其餘的硬件配置方面 這部機同樣擁有平下指紋解鎖的支援 偏向在螢幕最底端這部份 若是緊握手機這樣的時間 可能會有點不就手 但對於亞洲人一般手手比較小 我用手指尾頂著機身底側的時間 我只能一按就按中這個位置 另外機身底側有 USB Type-C 插口 支援 44W 的 Flash Charge 快速 有線充電 另外是單喇叭配置 在正面螢幕這裡有 Hold Punch 的相機開孔 上面亦都有縫隙前置的聽筒 講電話時間的 Earpiece 但它並不能與機身底側喇叭組成雙喇叭 所以它是單喇叭配置 不過特別地方是機身頂側 仍然擁有 IR Blaster 控外線發射器 可以應對家電做萬能遙控 至於剛剛的單喇叭 雖然是單喇叭 但其實音量度非常大 而單喇叭的手機來說 音量和清晰度亦都非常好 但始終單喇叭 打機或視頻的時間 總是差了立體感 臨場感 希望下一部的 Vivo 旗艦或高階機 可以有進一步的跟進 好 至於今天影片最重要的部分 相機 它的四相機鏡頭配置 主相機達到 5000 萬像素 透過 Pixel Beating 2 1200 萬像素的輸出 另外配備 F1.8 光圈支援光學防手震 而它的光學防手震是新一代的 超感光微雲台技術 稍後會講更多技術細節 而另外擁有 1200 萬像素 F2.2 光圈 16mm 即是 116 度的廣角鏡頭 另外 1200 萬像素 F2.0 光圈 50mm 即是兩倍的光學變焦鏡頭 而最後有 5 倍光學變焦 同樣 1200 萬像素 Periscope 前望式的遠焦鏡頭 是 125mm 的焦段 特別欣賞有 50 和 125 遠焦鏡頭的切換 還有最特別的地方是 Vivo 的相機系統和 Size 共同合作研發 所以整個相機系統和鏡片設計都有 Size 的加持幫助 再特別是它的鏡片用到 T-Star Coating 能夠將鏡片之間的折射和反射減低 這個 T-Star Coating 特別針對日落或直接對著太陽那種曳光的場景 普通手機會出現 Lens Flare 或耀斑的情況 而 Vivo 這部有 T-Star Coating 的手機可以很大程度的抑壓 甚至到夜景拍攝的時間 對著高光的射燈或大燈 街燈的時間 很多手機都會出現一點點的光斑 而有 T-Star Coating 的時間 都可以將這些光線的折射減低 所以將光斑也消除了很大部份 再加上它的主鏡頭支援 Pixel Shift 技術 很多手機影建築物 或是線條複雜 很多紋理時 或是文字的邊緣 有 Chromatic effect 或是摩爾紋的出現 彩色邊的情況 但有 Pixel Shift 也可以減低這些情況出現 令到所有相片出來的效果 非常之 sharp 非常之仔細 至於在看實際成像樣張之前的相機介面 跟賽斯合作的相機也有賽斯模式 ZISE 的 Natural Color 對比普通不開賽斯的時間 你會看到 Vivo 原生的運算 透過 AI 運算 將所有顏色的飽和度提升 開了賽斯之後就會更加自然 更加像相機拍攝的效果 隨時之外支援自動 HDR 模式 以及 Super Macro 超微距模式 亦都在下面有人像模式 以及夜拍模式 針對拍照方面進入設定 然後是 Motion Autofocus 亦都是罕有手機支援 Eye Detection 的手機 可以整個人去追蹤 或是追蹤眼睛 亦都可以 Double Tap 主角 然後進行 Tracking Focus 針對拍攝寵物 或是動得快的人像 或是拍攝正在動物件的時候 這個自動追焦功能就非常方便 而拍片方面都是這部手機最主要的硬件上的重點 擁有新一代的超感光微雲台技術 進入設定 然後 Micro Gimbal Calibration 可以將微雲台重新進行一次調整 而下面 Stabilization 功能開啟之後 就可以在畫面中間多了一個圈圈 出來的效果就像用了雲台一樣 接下來我就用這部手機拿去大澳拍攝了一段 Mini Vlog 全程都是手持 這樣可以看到它的防震效果 沒有了 好像是有些人在駛炭 有些人在駛炭 有些人在駛炭 放大地壓力 最高很高 讓我們看看比方廠的防震效果 應該是超級穩定的 超級美麗啊 超級穩定的 還要是4K拍攝給大家 看完拍片 當然我們帶這部機到大澳都拍了一輯照片 首先是塞City Star Coaching 再加上Pixel Shift技術 令到所有照片出來的細節非常銳利 普通手機大部份時間 我們尤其是手機拍照 很多時放大細節會看到很刻意的雜訊去除 然後拉高照片在銳利度 令照片看起來很乾淨 而且感覺上很清晰 但其實細節一般般 銳利度上也很人工的感覺 反而這次Pixel Shift技術下 你看到它的細節很銳利 感覺就是它的鏡頭很銳利 一個優質的鏡頭表現 接下來是主鏡頭超過我鏡 兩倍和五倍鏡頭的成像效果 都可以在超過我鏡頭和剛才主鏡頭上看到 它的動態範圍是日落的場景 能夠出現 然後再兩倍鏡頭的時間 對比五倍鏡頭 五倍鏡頭在遠焦能力上 是一個很大的加分 而是一般的 是一般的 主鏡頭本身主鏡頭是這樣的 Zoom 大 基本上在自動模式之下 它的動態範圍都達到完美的級別 即使是這種光源複雜 再有樹影的場景 或是這種拍攝日落的黃昏 以及散光節的射效果 完全是無法挑剔的 而去到這個時間 看完Vivo 本身的成像效果 亦都可以跟大家做回iPhone 13 Pro Max 的比較 主要可以看到它的成像風格 顏色運算和針對細節的運算上的分別 另外亦都會針對Lens Flare 即是搖斑控制或是鬼影的情況上的抑制 在成像風格上沒有一個絕對的優勝者 因為它們很不同 各有各好 iPhone 感覺會比較自然的光暗控制 但在Vivo 上你會看到 很明顯積極地把Shadows拉高 但同時動態範圍又廣闊 這張你可以看到 iPhone 整個人比較暗黑一點 Vivo 會把我的人樣拉光 同時細節的運算上做得出色 你會看到iPhone 上我的人暗一點 而且拉高的Shadows 亦都產生了一些噪音 但Vivo 基本上在暗處上沒有什麼噪音 亦都在成像風格上很不同 你看到Vivo 又是把Shadows拉得很光 但拍攝日落的時候 你會看到整個藍天的呈現 在iPhone 上的藍天會比較出色 還有日落黃昏的黃橙色氣氛 在iPhone 上也比較多 但在Vivo 上 它整體的光暗控制 尤其是Shadows 的拉光 令到大背光的時間拍攝人像 它會非常出色 還有是Lens Flare 的控制 這張開始你會看到放大 直接對著太陽的時間 大部分手機都會出現這類型的Lens Flare 就是一個光點 旁邊有一個圓形的空 而在X70 Pro 上 我都拍了很大量的照片 你會看到不僅是剛好那一張 每一張都是 它在光點的部分 完全抑壓了 沒有任何光斑、搖斑的情況 這真的完全是Toy City Star Coating 道幕的技術 令到鏡片和鏡片之間的折射減得很低 所以這些光斑在Vivo 手機上 基本上是很難才會出現 或者基本上不太存在 而且在這些水波紋折射的時間 普通手機容易出現 Chromatic effect 有一點紙邊的出現 但在Vivo X70 Pro 上 Pixel Shift 的技術 基本上抑壓了這些情況 而且令到水波紋很銳利 你會看到水波紋很清晰、細緻 再都是黃昏的照片 同樣會看到iPhone 對於日落 黃昏的太陽的運算會保留多一點 以及整張照片的黃橙色的感覺會比較濃烈 但是Vivo 也是要斑控制 是T-Star Coating 的幫助做得比較好 還有Vivo 的運算 亦是把暗處閃光的部分完全拉出 去到這些大背光的場景 你就會看到分別 Vivo 的運算亦會令夜景感覺更加五光十色 還有它的白平衡 針對顏色的運算亦跟iPhone 非常之不同 你會看到Vivo 的顏色會出得更多 整體的對比度會比較高 還有藍天背景會偏藍色調較多 令照片看起來更加夜景 五光十色的感覺 藍天會更加深沉和藍色 海水會更加深沉色 然後建築物的光部分也會光出來 顏色會更加鮮艷討好 我自己為了認證這個運算 到底是否 consistent 是否持續的 在不同場景我都試過 剛才在全晚世 現在是中環碼頭 同樣你會看到Vivo 出來的照片 感覺顏色更加鮮艷 後面的藍天更加藍 相片的對比度會比較高 到這幾組相片 主要給大家看到就是Lens Flare 的控制 第一是HDR 運算 Vivo 上會比較進取 看到光柱的細節 另外在光牌中間的折射反射 在iPhone 上會看到 但Vivo 抑制了 都是T-Star Coating 的幫助 再到超廣鏡 你亦會看到Vivo 的 HDR 運算 再會比較進取 在暗處後面的藍天 出了藍色出來 在iPhone 上相對比較暗 有部份人可能會反問 iPhone 出來的照片 是否比較自然真實 的確是 近我肉眼看到多些 你會看到Vivo 紅色 綠色 整個 Shadows 位置拉到超級光 但無可否認的是 Lens Flare 的鏡片折射 iPhone 希望下一代會有進步 今次Vivo 會看到 對於這種光斑 搖斑的控制 做得非常好 接著是這部機的效能 和功能方面的體驗 效能方面Vivo 定制了一款 Vivo 的 Dimensity 1200 處理器 用6nm 的工藝製程 而它擁有8核心 包括一個 Cortex A78 的超大核 3GHz 另外有三個 都是 Cortex A78 架構的大核心 2.6GHz 最後有4個 Cortex A55 架構的小核心 時脈是2.0GHz 這部機擁有12GB RAM 另外透過 RAM 融合的 RAM Extension 技術 可以將額外的 4GB ROM 內存容量 擺放在 RAM 上一起使用 加上 16GB RAM 而這樣針對大型遊戲 或者大型 Apps 放在背景 繼續操作或暫存的時間 表現就會更加理想 接下來也有統一的開 Apps 速度測試 打開同樣 8 隻遊戲 和大型 Apps 可看到 這部機和其他旗艦機的效能速度表現 第二回合有 12GB RAM 加上 4GB RAM 廣播 加上 16GB RAM 多工表現都是 飛快 Apps 和 Apps 之間的切換 是一按即彈 有現在旗艦機的表現 再加上 120Hz 的高刷新率螢幕 這部機的日常操作 以及反應靈敏度 這些都是 2021 年旗艦機應有的速度表現 而我唯獨留意到一部份系統 Apps 仍然未針對 120Hz 做優化 例如 Album 原生的 Photo App 一打開時一錄 咦 感覺好像未達到 120Hz 的感覺 對了 但我一回到主介面時 又順暢了 除了這個系統上少許有待更新的地方 這次的 Funtouch OS 12 建基於 Android 11 和 Android 11 系統 國際版 即是香港版的這部機 操作介面更加接近傳統 Android 機的感覺 包括它的 App Drawer 和所有 App Icon 都是很統一的圓形 App Icon 亦都在 Notification Drawer 支援 Nearby Share 功能 亦都是 Google 近年加入類似 AirDrop 的功能 透過 Wi-Fi Direct 可以將你的 file 從一部機傳送到另一部 Android 機 是很快速的體驗 至於多媒體應用方面 今次的螢幕採用 Samsung E5 AMOLED 最新一代的螢幕材質 6.56 尺寸 1080p FHD Plus 的解像度 而它支援 120Hz 高刷新率 原生的顏色較準偏向飽和度高一點 以及顏色看起來非常鮮艷 白平衡稍微偏冷色調和偏紅一點 而進入螢幕設定中 擁有三個 Color Mode 顏色模式 包括標準 原生設定 Professional 比較自然及寫實的顏色 而白平衡也會相對偏暖色調和比較準確的膠色 而 Bright 又是偏冷色調的白平衡 以及所有顏色的飽和度都會推得比較高 除了顏色顯示方面 在下面 Color Temperature 都可以自己調校它的白平衡 調校到正確為止 到影片最後的部分是電池續航力方面 今次這部機相當薄和輕巧 而仍然內建 4450mAh 的電池 而支援 44W 的 Flash Charge 好 總結 今次 FIFO X70 Pro 繼續在相機成像效果和拍攝體驗上 再下一城更加進步 主要用了新的相機鏡頭 令到它的低光拍攝有提升 而承傳微雲台技術 以及 Pixel Shift 以及與賽斯合作研發鏡頭 賽斯的 T-Star Coating 這些優點 令到相機拍攝的成像非常銳利 單純以拍攝影片的穩定度 以及拍照的細節保留度 以及顏色運算上來說 這部機相信很肯定地可以說 它是現在旗艦機一線頂級手機的表現 大家又喜不喜歡 FIFO 的成像運算 以及拍攝出來的照片 或是拍攝出來的影片 歡迎大家在下面的描述為止留意 今天分享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 喜歡的話記得按LIKE 和訂閱我的頻道 將會有更多最新手機發佈資訊和深入評測影片 下次再見